他肯定是想回到四爷身边 替这个主子好好的谋划谋划 其实他傻貌了 在这心路方面四爷一点都不差 四爷在这个九子夺狄这条道路上 有自己的规划 也看古迹也讲故事 您好 我是昆仑刘石 今天咱们接着上回那班 继续聊着九子夺狄当中的大赢家 雍正皇帝 上班咱们说到啊 这四二个手下的谋士 妖人带夺 给这雍亲王啊出了不少的主意 全面的阐释了在今后的夺狄道路上 雍亲王应该如何和自己的父亲兄弟 乃至文武群臣搞好关系 看过戴左给自己写的这封信 印针呢 别的话没说 只给他回了一句 言语虽则今时 与我分中无用 我若有此心 断不如此行律耶 这四爷的意思就是说呢 得得得 你呀还少跟我说这个 这皇妇 把这皇位传给谁呀 那是他老人家的事 跟我们这些当儿子的没关系 我要是有夺狄的这份心呢 就不会像现在这么 清心寡欲的活着 那么当时的雍亲王印针 他到底是个什么状态呢 嘿 这四爷呀劲儿大了 他一边得压制住这颗想夺得皇位 突突乱颤的心 另一方面呢 还得表现出自己对皇位毫不在乎 对人生啊 已然是大彻大悟了 潜心修佛 他自己称呼自己呀 是破尘居士 元明居士 而且呀 还接二连三的出版了一些呀 不疼不痒的文学作品 比如说呀 这个省事歌 月心级什么的 这省事歌里呀 有这么两句 我给您念听听 您就知道啊 这类文学作品写的是什么了 难来北往走东西 看得福生总是空 天也空地也空 人生达达在其中 日也空月也空 来来往往有何功 田也空地也空 换了多少主人翁 金也空银也空 死后何曾在手中 气也空 子也空 黄泉路上不相逢 您瞧了没有 这样的话 他多消极呀他 那么也就是说 这代夺给他那封 洋洋长信里的金石良言 他是一句也没听了 哪能啊 他是消化消化 全用在自己夺敌的路上了 一句呀 是也没浪费 首先啊 咱们就得说呀 他和爸爸康熙这个关系 代夺不是说了吗 处英明之父子也 不露其长 恐其见弃 过露其长 恐其见异 在这一点上啊 这应真深深的知道 他爹康熙皇帝 对待这些儿子做事啊 是只怕不做 不怕做错 这爸爸交给你的事 尽量放手去做 用尽你的权力去做 出了问题呢 爸爸担着 你这儿子要是什么都行 要爸爸干嘛呀 并且我发现呢 在康熙47年 太子第一次备废之后 这康熙皇帝 就很少把实质的任务 交给皇子们了 平时给这些皇子交代的差事 多和礼仪有关 像什么祭天祭孔 祭太庙 什么风扇化山 泰山 祭祀皇陵 祭祀圣经 每当有这些任务啊 派到这四爷头上的时候啊 这四爷都是先请师后汇报 有什么不明白的事啊 直接问皇上爸爸 弄得这老皇上觉得行 这儿子呀 他心系 所以呀 这类露脸的任务啊 就逐渐越来越多的派到了老四的头上 咱们呀 再说说这和兄弟的关系 这可是个难题 这雍正皇帝的兄弟呀 太多 并且呀 平时啊 这帮兄弟呀 不是秧根就是系 各有各的脾气 这其中呢 也不乏有啊 像那个老三印子 老八印四 还有这个老十四印题 这样有夺敌之心的兄弟 这里边 还有在废太子事件中受到了牵连的老十三印祥 那么在兄弟当中 这四爷是如何选择呢 疏远谁 团结谁呢 您别忘了前篇的戴朵不是给他分析过吗 戴朵说 其诸王阿哥之中 据当以大度包容 使有才者不为计 无才者以为靠 兄弟们呀 谁有才无才的 先放到一边 这句话 四爷印针呢 是深以为是 并且呀 落实到了实践当中 您不要啊 按照电视剧的思路去走 这电视剧呀 它得多展现矛盾 所以这戏写出来 排出来呀 让您看着才热闹不是吗 在实际当中啊 它可不是这样 印针啊 要是在当皇子的时候 就处处表现出自己 比较刚硬 比较激进 那么这些有夺狄之心的兄弟们呀 就会处处的给他下绊子 他也不能顺顺当当的登上皇位 当成这个雍正皇帝 所以这雍正皇帝呀 在前邸的时候 对这些兄弟呀 什么有才无才的 统统的拉拢 首先呢 这里边有他的死党 知己十三弟印象 老十三这碗啊 吃了太子的瓜落 正不受爸爸带进呢 所以呀 他就整天只能长在自己的四哥府里 我想啊 当时肯定有人 拿这种城门失火 就殃及驰鱼的话呀 点过四爷印针 可是雍亲王没听他们的 毅然决然的 就是跟自个儿的个弟弟好 不但在吃喝用度上啊 多帮助老十三 而且呢 经常宽慰他 给这迷茫中的老十三啊 带来了不少的希望 具体的事里呀 咱们在这儿不交代 因为啊 您可以往前翻翻 老十三那两篇里啊 咱们说过这事 您可别以为 没当皇上的时候 这四爷和八爷 就是不对付 那会儿啊 他们俩好着呢 这四阿哥的前底啊 就是雍和公 后来的雍和公啊 可不单单 就是这四王爷印针 一个人的府邸 这里边啊 还有这八王爷 廉亲王的府邸 您看现在 雍和公西的 雍和公大街 和这个东边的 西楼一项 二项 还有藏经馆胡同 那会儿啊 都是雍和公的范围之内 您瞧这东半拉了吗 原来啊 就是八爷印寺的府邸 也就是说 这四爷跟八爷啊 原来啊 他是街坊 不但如此 老八的妈妈 梁妃娘娘过世的时候 八爷为生母 百日大祭 在这期间 给老八送饭呢 不光有与他交好的九爷 十四爷 十爷 还有就是当时 比他们身份啊 都高一块的 雍亲王印针 这老四啊 和老九的关系 那也是不错 并且呀 给人的感觉是 老四对老九的计谋啊 是言听计从 康熙四十七年 太子第一次被废 这老四 就是听了老九的计策 才给这废太子应仍 在爸爸跟前说好话的 说完了这个 咱们再说 对大臣 咱们都知道啊 这雍亲王印针啊 虽然是德非乌亚士所生 但是呢 只因为生印针的时候 这乌亚士在宫中的位分 实在是太低了 连贫都不是 不是贫呢 也就是在宫里边啊 还不是主位 这事情就是这么的不讲理 你虽然是这皇子的妈 但是皇子是主子 你连贫都不是的 你就是奴才 所以说这朝廷 这皇上啊 他绝对是不会放心 把这个主子的儿子 交给这个奴位的妈妈来照顾 所以这皇四子印针 刚出满月 就被报到了井人宫 由这贵妃 被童家室抚养 当然了 后来这童家室贵妃啊 又被禁封为了皇贵妃 后来又被策立成皇后 雍正皇帝登基以后 为了凸显自己的身份啊 他就曾经说过 这位嫡母皇后娘娘啊 就抚养过自个儿 雍正皇帝自个儿不就说吗 孝仪皇后 慈府镇宫 恩勤备至 实际上刻不认马的事 这孝仪皇后啊 抚养的孩子多了 据现今可查的史料所载 康熙二十六年 童皇后卫下呀 就有阿哥四人 二十八年五人 到了康熙三十一年 也就是这童皇后 去世的三年以后 在这井人宫当中啊 还住了大小两位阿哥 这大阿哥呀 说的就是四阿哥印针 这小阿哥呢 说的就是八阿哥印四 当时啊 这印针十四岁 印四只有十一岁 有人说不对 这八个不是 惠妃娘娘带大的吗 她应该呀 生活在延禧宫啊 您说的没错 是多知多懂的人 这八个呀 在幼年时 确实在这 惠妃娘娘的宫里 那是因为 这惠妃娘娘啊 比较年长 她呀 能够照顾好 幼年的皇子 可是到了这个 读书的年龄以后啊 这皇上就认为 似乎这同皇后啊 作为嫡母的身份 对学龄以上的皇子 教养更为有益 哎 这一拐弯的功夫啊 这话题就差出来了 咱们要说的重点呀 不在这 咱们要说的重点在哪啊 就是说呀 这孝仪皇后 抚养了那么多的皇子 但是 一口一个亲娘就 喊着她弟弟龙和多的 那就只有四爷印针 一位皇子 这四二个印针 每次见到龙和多 都一口一个舅舅叫着 显得这二人呢 是非常的亲近 所以龙和多成为了雍正上台的保驾 骨弓之臣 不是没有道理的 随着这四阿哥的一套组合拳打下来啊 这康熙皇帝就越来越认为 这位在少年时啊 不被自己带见的皇子 越来越可爱了 对父亲懂笑意 对弟兄讲亲情 并且呀 性格刚毅 用他的话说呀 叫尖刚不可夺其志 那您瞧这谋士戴多 给四阿哥出的这些主意 成功的让四阿哥印针 在爸爸康熙心中的地位有所提高 并且呀 奠定了以后被选为皇位继承人的基础 那么后来当了皇帝的印针 对这位大谋士戴多 惹定是不错了 嘿嘿 您想错了 雍正皇帝登基不久 就把戴多以彭当罪处死了 有人说呀 这就是啊 飞鸟进梁宫藏 雍正皇帝呀 这纯属是卸磨杀驴的举动 其实不然 这四爷印针 在戴多给他写了那封谋话书以后 就决定要疏远戴多了 因为他觉得这戴多呀 太敢说话了 这些个主意呀 作为一个谋臣 都应该是潜移默化 在主子身边渗透给主子 像戴多这样 直眉瞪眼的 就把这路主意写在纸上啊 这样风险 太大 倘若走漏了一点风声 自己在父亲 在兄弟之间 就无法立足了 于是就给戴多 谋划了一个福建道府一级的官员 远远的打发了 这四爷的意思啊 无非就是说 一呢 你是我的人 把你安排到福建去呀 你也要像八爷的门人一样 在江南一带呀 给你的主子造一个好名声 其次的意思呢 就是说呀 你这胆子忒大 忒敢说话 把你留在京城啊 保不清那天 你这嘴上一没有把门呢 就给四爷我惹了祸了 把你放在福建 你好好干 以堪大用 可是这会的戴多 倒显得大不合时宜 不安分起来了 见天的给这主子写信 今儿个说呀 这福建的水土我实在是不服 常年的闹病 上吐下泄的 您啊 赶紧把我调回去得了 明儿又给主子写信说呢 我们呀 新来领导 这脾气不好 我跟他不对付 我们俩呀 不能一起相处 干脆呀 您把我调回去得了 有人就说呀 这戴多 其实啊 这会儿是一种 闹作闹带的表现 可是我不这么认为 我认为这妖人戴多呀 他既然是妖人 他身上多少就带点仙气 他自己认为呀 自己有惊天伪劣之才 能够保着自个儿主子呀 这四爷印针 登基做了大宝 他哪甘心 在九子夺敌 这个重要的当口 自己却偏居海外 福建的荒蛮之地呀 他肯定是想回到四爷身边 替这个主子 好好地谋划谋划 其实他傻貌了 在这心漏方面 四爷一点都不差 四爷在这个九子夺敌 这条道路上 有自己的规划 有你戴多 在自己身边出谋划策 那当然是好事 但是一旦因为你嘴巴大 出了娄子 那就是天大的祸事啊 那么四爷印针 就是雍正皇帝 什么时候对戴多起了杀心呢 那还得说呀 是康熙五十三年 康熙五十三年的时候 康熙皇帝又让群臣推选太子 原在福建的戴多 抱拽一算呢 自个儿这主子没戏 于是他就改编作风了 他跟这主子写信说呀 不想回去了 您哪 帮我谋一个台湾支府的圈 我到台湾岛上啊 好好的给您运作经营 续资重养兵士 以后不管是谁当了皇帝 那儿都是咱们的大本营 实在不行 您要是受欺负重了 您来台湾 咱们呀还能拉起杆子来扯其造反 这一下这四爷印针呢 可真是又气又恨呢 好你个带多呀 你给主子出的这些都是小人的计谋啊 我是堂堂大清国的皇子 本来呀是有能力 有本事 有机会竞争皇位的 怎么着 我还得扯其造反 跑到台湾岛去 你这几句言论不要紧呢 传到皇上的耳朵里啊 我就是蓄谋造反 还别说圈禁高强了 弄不好啊 就得给这大清国杀亲王 开个先例 你这份新路啊 放到啥时候也是小人之谋 是妖人之谋 康熙六十一年 康熙皇帝驾崩畅春元 雍正皇帝继位 这一当了皇帝 那一切事啊就都好办了 这会儿的带多呀 已经被吊到了四川 当不正使 看着这官啊 好像是生了那么一捏捏 可是啊 谁都能看得出来 这皇上啊 是把他送到了年庚瑶的身边 那雍正初年 四爷应真和他的大舅子 宠臣年庚瑶啊 好得跟一个人似的 捏过捏过 就把这带多呀 送上了断头台 有人说呀 雍正皇帝这是泄沫杀驴 为的是捡风其口 在我看呀 不对 这不是雍正皇帝的性格 雍正皇帝 就是实实在在的 看不上这种人 不带尽带多 才把他弄死的 我是您的好朋友 昆仑流石 喜欢我的频道啊 您就把我的这些故事啊 转发出去 让更多人也听听 他们要是能来到这 和咱们一块儿掰吃掰吃 不是更热闹吗 得嘞 天不早了 咱们今儿就到这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